2007年,乔布斯推出了首款颠覆性的iPhone,而两三年后的大约2010年,智能手机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,移动互联网也随之崛起。 此时,00后正好处于阅读和玩游戏的黄金时期,因此常被称为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。 在移动互联网竞争的战场上,高频应用不断击败低频应用,让人上瘾的应用不断摧毁不能让人上瘾的应用。 于是,00后就被困在了移动互联网的迷宫中,宛如把自己关在亲手编织的牢笼中远离现实社交,这种现象抹去了人作为群居动物的社交本能。 于米红层言,他所做的事可能需要两三百年后才能准确评价是好是坏。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。 如今,移动互联网逐渐消除了人们的移动性,已成为不可逆的趋势,而对于所谓的移动互联网原住民,这一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。 因为他们没有在非移动互联网时期培养出真实社交的习性。 即便是旅游和外出,也只是为了换个地方看手机。 一位妈妈通过一分钟的短视频描述她的两个00后孩子,他们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屋内一片垃圾,几乎从不出门,也不与他人交流。 评论已达到两万五千,几乎都表示自己家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。 在我熟悉的人群中,至少有相当比例也面临类似情况,对此我也不知道如何评价。 在计算机互联网时代,游戏只是困住了一小部分人,毕竟并非所有人都沉迷其中。 但移动互联网不同,其各种应用种类繁多,数量巨大,几乎能够将大多数人禁锢在手机中。 如果说计算机尤其是鸦片,那么移动互联网就如同经过提炼的海洛因,现在就看看究竟是谁会成为大毒销。 如今,AI时代再次来临,也许十多年后,将迎来第一代AI原住民的诞生。 它们会是什么样子,我实在无法想象,更无法给予评价。 一 二